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Ruth,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诗篇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92篇 第92篇呢 我们到这个和和本的注释上 没有说是谁写的诗 关于这首诗的这个作者呢 倒是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呢 他是大卫写的 因为呢 诗里边呢 就是有写到高举我的脚 我被心由高了等等 也有的说呢 不一定是大卫写的 但是呢应该可能是以色列中的某一个王写的 也是从这些句子来看 因为只有这个以色列的王啊 是吧 那么他才是这个被神所高丽的嘛 那么还有的人甚至说呢 据说呢是在这个犹太人里边呢 会说这首诗啊是这个亚当所做的 说最古老的一首诗 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也就孤枉 他孤枉言之 你孤枉听之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呢 有一个注释呢 就是关于这首诗 说它是一首呢 安息日的诗歌 那么说这首诗呢 是属于安息日的赞美诗 那么犹大人呢 像我们现在这个犹太人哈 犹太人呢 他们在每当安息日的时候都要呢 就是从早到晚三次送唱本篇 所以这首诗呢 在犹太人中呢 也是一首非常受欢迎的诗篇 既然是安息日的诗歌 那当然是要颂赞神了 是这个赞美诗了 是吧 那么他不属于这个哀歌 他是属于赞美诗 那么当然他赞美的就是神啊 赞美的神的伟大的创造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我们看创世纪 神为什么这个安息呀 是吧 安息日是怎么来的呀 是吧 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二章 是吧 这个一到三节 比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歇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那我们基督教呢 我们是呢 在每周的这个第一天 周日的时候 是吧 我们去教堂敬拜 然后呢 就是把它作为我们的这个崇拜 赞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犹太人呢 他们有犹太人的这个安息日啊 是吧 那么这个 你要知道这个安息日的来历 是要追根溯源到创世纪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呢 这个诗篇第二九十二篇 他为什么是一首安息日的赞美诗呢 从一开头就能看出来 称谢耶和华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 因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 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所以我们回顾了这些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开头这几节 我们就会发现 哇 这是一目了然呢 是吧 为什么 这是要送赞神伟大的作为 是吧 要传扬神的对这个世界 对尤其是对这个人 因为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创世纪 第一章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啊 其实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天地宇宙 创造这日月星辰 创造这地球海洋 是吧 为了什么 为了人啊 就是为了人啊 所以 人呢 你当然要在安息日 在神 谢了他一切功 造物的功完毕之后 神的创造的最高的顶点 也是最后的终点 就是造了人 对不对 然后为人把前面的一切都造好了 所以说 如果我们要看英文的话 相对应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It is good to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To sing praises to your name O Most High To declare your steadfast love in the morning And your faithfulness by night 你看 它是 It is good to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这个是放在第一句的啊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 它是 这本唯美是在中间了啊 那么这个其实就跟诗篇里面 其他的内容也是一样 就是那个 比如说诗篇的第一首诗 是吧 诗篇我们当时在讲的时候 也有也有分析过啊 诗篇的第一首诗呢 就是 就是 这个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满人的作为 为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是吧 学校说英文的话 就是什么呢 Blessed the man 是第一句啊 是第一句 是这人是有福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 那中文和英文 在翻译的时候 翻译的过程中 它语续啊 是有一些调整啊 那 当然了 整个的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 但是不同的版本 对比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嗯 那么 所以我们看 他在这里就是 因为 你作为一个坐享其成的人 你要看到神所创造的这天地万物 浩浩宇宙 是吧 这茫茫大地 是吧 所有的这一切生息 你应该感到什么神圣 你应该感到什么感恩 你应该呢 要称谢耶和华 要歌颂他 要 传扬他的词爱和信实 从早到晚 因为这是美事 It is good 因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了神所造的这一切 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啊 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 他呢就是 For you O Lord Have made me glad by your work 你手做的工啊 是吧 Ite the works of your hands Sing for joy 就是 就是因你手做的工 这一切都是神做的 神造成的 包括我们自身 你如果你要爱自己 珍惜自己 那你你就应该要知道是谁创造了你 不是我们的父母创造了我们 我们的父母只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管道 他们并不是硬心的说 我要造一个浓眉毛大眼睛的 高碧灵的 窈窕身材的 或者我要造一个能歌善舞的 我要造一个将来要让他长大之后 能成为科学家 或能成为艺术家 能成为政治家 父母在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研究的时候 勾画出来 然后就一起把我们创造出来 我们父母甚至都不知道 我们到底是在哪一刻受孕的 也不知道 在我没出生之前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孕育的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是吧 然后这孩子出来 生出来之后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活多长 是吧 要干什么 对吧 他们总会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什么什么 但是实际上 常常会事与愿为 对不对 像我们不是我们的父母创造的 我们是神创造的 我们是神通过我们父母的身体 他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管道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你其实你自己想一想 你能创造你的小孩吗 你也做不到 是吧 你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是吧 你虽然说是计划生意 计划生意 你能计划什么 你什么也计划不了 所以要赞美神 How great are your works Oh Lord Your thoughts are very deep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伟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就是你我 我们到现在 是吧 我的观众们 大部分应该都是成年人 是吧 不管你是二十多岁 是吧 还是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还是像我一样五十岁 是吧 还是比我年龄更大 其实你到现在 你也不清楚 你的生命 还会发生什么 你甚至也无法解释 过去你的生命 所发生的那一系列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说 你掌握你的命运 是吧 不要说啊 什么我的生命 我做主 其实真正掌握 我们的命运的是什么 是上帝 一切都是在他的手中 他的心思极其深 他的工作何其大 我们作为他的 用着爱 用着那种 steadfast love 用着那种信实 用着那种 fistfulness 所造出来的这种 great works one of his great works 是吧 我们应该 感到极大的赞美 我们要欢呼 我们要高兴 所以你看这首诗 真的其实非常 非常喜乐的一首诗啊 真正的在赞美神啊 那么下面呢 就很有意思啊 就说 神的这个工作 何其伟大 great how great are your works 神的心思极其深 your thoughts are very deep 但是这世上有一些人 他们是不懂的 哪些人呢 畜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恶人 这些畜类人和鱼丸人 他们就构成了这个恶人的 这个组合啊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 发妄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唯你 耶和华是至高 直到永远 耶和华啊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 也都要离散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 呃 这些恶人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灭亡 啊 他们会灭亡 直到永远 啊 那么 然后 他们是啊 他们会这个啊 这个 灭亡 forever 而神呢 是吧 他会 是吧 他是至高的 他是 也是怎么样 forever 啊 他是 啊 unhigh forever 啊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 disc truction forever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 说这个畜类人和鱼丸人 我们给大家呢 看一下哈 这个英文 畜类人对应的英文就是 the stupid man the stupid man 啊 鱼丸人呢 对应的那个英文就是 the fool 啊 the fool 那所以说实际上这个 呃 呃 stupid stupid 如果呢 这个在英文里边 我们如果要说一个人 stupid 是吧 那那这就是骂人 骂得很厉害的一个词啊 哈哈 呃 就就有点像 你说畜类人呢 翻译成中文 是吧 就是 是一个是吧 这个 呃 畜生不如的人啊 啊 这个 是一个啊 这个 sb了 是吧 啊 那么恶人 是吧 啊 恶人就是什么 the wicked 啊 the wicked 啊 茂盛如草 注意啊 说这恶人像什么 像草一样茂盛 草怎么样 草割下就枯干 是吧 哎 所以他说 一切作孽 之人 那那一切作孽 之人 所有的那些 evildors 啊 那些作孽的人 他们兴盛的时候啊 就是flourish 就像草一样长的 哇 随风长长得很茂盛 是吧 但是其实呢 也就是他们怎么样 他们要灭亡的时候 不由 不由的让我们想到那一句话 就是什么 上帝要让谁灭亡 必先让谁猖狂 是吧 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 如果我们是看到 有些这个 这个恶势力 邪恶的人 真的我们能够 以上帝的法则来判断 他们就是邪恶的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这个antichrist 都是敌基督的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这个绝望啊 你不要忧伤啊 你不要觉得没有公平正义 你要默念 或者说高声来送唱 诗篇里面的这句话 什么 一切作孽之人 发妄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因为恶人 冒生如草 因为这些恶人 这些畜类人 这些stupid man 这些父偶 是吧 他们啊 这些evildoors 是吧 他们根本不能够理解 耶和华伟大的工作 根本不能够认识到 耶和华的啊 那深沉的啊 那个思想 他们根本不能理解 耶和华才是呢 most high 他们要跟神为敌 那就是自取灭亡 因为神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都要离散 啊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伟大的安息日啊 也要怎么警告这些恶人 告诉他们 你们 不要猖狂 是吧 看你们现在啊 闹得欢 是吧 上帝很快都要给你们拉清单 啊 然后 对恶人是这样 那么对义人呢 神是怎样的呢 是吧 神是爱憎分明的啊 神是公义的 神有惩罚 神也有奖赏 啊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由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 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义人要发望如棕树生长如篱巴嫩的香薄树 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好显明 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这个比喻都非常有意思啊 你看我们就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是吧 你看 义人像什么 义人像什么 义人像 棕树 棕树啊 啊 是什么 就是 是胜利的树 欢呼的树 啊 那么古代如果打仗打胜了之后 都要是高举这个棕树 像那个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 是吧 那人们都是高举着这个棕树 所以我们这个 每年的时候在那个棕树主日 是吧 教会里都会发这个啊 这个棕树 是吧 就是这是表示着胜利 啊 那么然后黎巴嫩的香柏树 我们前面都读过啊 这个撒末尔基上下 猎王纪 创始 这个 这个 历代志啊 里面都都有讲那个建造圣殿 都要用那个香柏树啊 那么就是 恶人是草 是吧 恶人像草一样 这个 而义人是什么 义人是树 而且是什么样的树 是棕树 是吧 是香柏树 又高大 又挺拔 是吧 又呢 就是 枝叶长青 那大家想一想 在前面不是说 有很多这样的句子吗 就是什么 你是怎样 你要像一棵树栽 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所以你看 我们这些艺人 啊 我们 你怎样 什么样的人是艺人呢 其实很简单 不是说你 行的正 做的端 啊 不是说是你是一个圣洁的完美的人 只要你是 知道 神的工作 何其大 只要你 啊 称谢神 认识神 歌颂神 赞美神 是吧 你为了神的伟大的工作 而欢呼 你认识神 你顺服神 那你就是会 在神 那里被称为义 你是因信称义 而不是因为 你 一切都做的好 啊 所以 因为你相信神 你依靠神 你认识神 你赞美神 你服应于神 那么 你就会被栽在耶和华的殿中 你就会在神的院里发望 你就会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顺利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哪怕你年老的时候也要结果子 神要让你结果子 你老了你还能结果子 比如说 约伯 是吧 经历患难之后 还能再生十个子女 是吧 比如说亚伯拉罕 是吧 一百岁了还能生儿子 对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像 那个 这个撒末尔的父母 也是年老之后 才生了撒末尔 对不对 就是 你只要倚靠神 在神 一切都可以 都能 当然在这里呢 结果子 不仅仅只是说生孩子 我只是拿生孩子 老年生子 来打个比喻 我们真正要结的果子 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像 举一个例子 就像我现在 我五十岁了 我仍然还可以 学语言 是吧 学英语 准备去读神学院 是吧 为主做工 那么等我 这个把神学院读完了 是吧 可能要花很多年 不知道要花几年 是吧 我比如读完硕士 我要不要再读一个博士 是吧 那可能到时候 我都快要六十岁了 可以说老年了吧 是吧 现在我现在五十岁 可能有些人都已经说 我进入老年了 对不对 如果再过几年就死了 可不是 这就是我的晚年了 是吧 但是我仍然要结果子 结出那九种果子 要满了枝江而长发青 以显明 耶和华是正直的 因为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那么你可以理解啊 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有高了的 是吧 我眼见着什么什么 这个是从这个 王的口吻来说的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 我们都是为主征战的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末后的时代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中国美国 是吧 东方西方 我们看到的都是 人们在堕落 在败坏 我们都看到魔鬼的 这个动力十足 就比如说 这个看到的他们残害人 是吧 发动不义的战争 是吧 然后但是你还要看到什么呢 其实更可怕的是 他们不仅仅是残害人的生命 不仅仅是残害人的生命啊 他们更重要的是 他们残害人的灵魂 他们教育一代一代的孩子 成为敌基督 是吧 教育一代一代的孩子啊 去拜偶像 他实际上是他们在吞吃这些孩子的灵魂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应该 我们都应该什么呢 像有野牛的脚一样 像被心油高了一样啊 我们要呢 与那些仇敌 那些仇敌 不是我们的仇敌啊 不是你说私人上跟你有仇的人 而是神的仇敌 那些敌基督们 是吧 那些在地上走来走去 吞吃无辜的孩子的灵命的人 不仅仅是摧残孩子的肉体 更重要的是 他们夺走了他们的灵魂 我们要跟他们征战 是吧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要发出声音 这个 不仅仅只适用于 犹太人的王 适用于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呢 来把这首诗再来读一遍啊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实弦的乐器和色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因你 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畜类人不晓得 畜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恶人冒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望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为你 耶和华 耶和华是至高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犹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暴 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篱笆嫩的香柏树 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好显明 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好 大家看到了 哎 我这个又用不同的颜色 这样对称的标了起来啊 所以是这首诗呢 他的结构也是啊 整首诗的结构是这样 对仗的 对称的啊 就是他的一到三节 是呢 传扬神的慈爱和信使 要传扬你的慈爱和信使 这本为美事 然后呢 四到五节 你的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那是歌颂神的作为 然后六到七节 就说那个恶人的命运 啊 就是他们是会永远灭亡的 然后第八节 中间啊 称赞耶和华是至高者 然后接下来 对称对应的啊 第九节 再是说恶人的命运 恶人的命运啊 仇敌都要灭亡啊 作孽的都要离散 然后再说啊 是这个神的作为 啊 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就是神把我啊 这个高举啊 心由高我啊 灭掉仇敌 是吧 然后呢 最后十二到十五节 传扬歌颂神的正直和公义 啊 让一人发望 是吧 如棕树 如香百树 让他们结果子 满了枝浆 就是显明神的正直 显明神的公义 所以他也是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工整的对账的一首诗 非常美啊 非常美好啊 真是美好之词啊 好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我们就是每一首诗 细细读下来 我们都会发现 哇 每一首诗都这么好 每一首诗都这么美 是啊 圣经是神的话语啊 这个诗篇呢 又是可以说是 这个圣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说 是 诗篇是 里边可以说 这个啊 尤其美好的 啊 这个经卷 啊 呃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Ruth 石金霞 今天是2024年 9月 哦 今天也是9月13日了 其实我这个课件是9月11日就做好的啊 但是我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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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心 前思默想了几天啊 我今天才录制节目啊 呃 是的 每一首诗其实我都要读很多遍啊 然后思想很多天啊 这样 再来给大家分享啊 有一个 韩勇啊 学习查考的这个过程啊 其实我们不用赶时间 说啊 这个 呃 一定要日更啊 每天都要更新 要要这样是吧 呃 我觉得就是 哎 慢一点啊 然后呢 就是把心思放沉静一些 就是我们在 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啊 呃 有一个什么样的啊 完美的进度 我们要保证在几天之内 把它完成 而是说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啊 细水长流 净水流深 我们真正的 我们身 身心灵啊 是吧 我们沉浸在里面 而且让神的这些话语啊 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 哎 你的进度很好啊 然后你 你很 你表现出来的就是很 很 呃 很有 这个 截律 是吧 然后呢 很 很勤奋 是吧 啊 然后呢 但是呢 你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 啊 你的生命啊 你的 你的这个言语啊 心思啊 你与人相处的方式啊 你面对这个疾病啊 痛苦啊 这个 你所遭遇的一切啊 你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 你仍然还是那个老我 是吧 那么 读经对你来说 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就是你要真正的让你的生命在这个里面得到生长啊 就是你要能够像这个诗句里边所说的那样 是吧 哪怕 已经年老了 是吧 仍然要结果子 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是吧 让我们的生命 受到这个神的话语这个活水的滋润 这才是最重要的 OK 祝福大家 爱你们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也欢迎大家在油管频道 或者是PayPal 或者是WeChat上啊 这个赞赏支持我的施工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频 你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其实就可以自然而然的 每个月有一点点对我的支持 OK 爱你们